在山东济南有一个叫暴突泉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去过 在七十二个名泉之首被誉为天下第一泉 暴突泉的泉水清澈甘甜 行人路过的时候经常用手捧着这个泉水喝 因为每个人的手都很脏嘛 所以附近有一个叫千佛寺 有一位老和尚看到这个情景呢 他就拿了一个有缺口的碗放在了泉边上 那么别人一看见有这个碗呢 就拿起来捧着这个泉水喝 有一天呢有一位富商来到暴突泉游玩 见人们用破碗喝泉水 他就在想哎呀如此的灵秀之地啊 怎能放一个破碗呢 于是他就让随从买了一只精美的瓷碗 换掉了原来的一个破碗 但是第二天当人们用瓷碗喝过泉水之后 就把他那只精美的碗拿走了 其他的人又只能拿着手捧着泉水喝了 几天之后富商又来到暴突泉 发现此碗已经不见了 正在纳闷了 他看见老和尚又拿了一只好的碗出来 用石头把碗又敲出了一个缺口 再放到了船台上 这个富商赶忙上去问道 哎呀师父 你为何要把碗敲破呢 明权当配好碗呢 老和尚笑得摇摇头 好碗会让人贪心啊 我的碗是因为残破 谁都不会打他的主意 才能长久的供人使用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完美的东西并不适用所有的环境 般若的佛法并不能让所有的众生都会开悟 所以学博先要度有缘众生 妙法人心 使拥有善根的佛友 破迷先开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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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